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还会有这种来自某种政府部门的政策导致的让人家骂这种现象 我在说什么呢 2010年就现在2010年年出了 你知道中国要发生一件事 最后还剩下大概44.8万名乡村待客教师将被彻底清退走入历史 这个里边有背景啊 徐老师当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就当过乡村里的乡村里的待客老师 1984年的时候之前他们被叫做民办教师 其实就是农民嘛 村里边的农民 我记得2006年的时候 南方周末的记者傅建峰 在陕西卫园做的这种待客教师的报道 当时我看的流眼泪啊 请他来做节目 他说到村里去采访 我说我找你们村的待客老师 标准是什么 就最穷的那家就是他们家 就这样的一些人 你知道这样的一些人呢 1984年以前叫民办教师 然后从85年开始呢 教育部就是说我们要优化基础教育质量 以后中国呀 不允许再有这种民办教师了 但是呢 你中国这种偏远的这种穷的这种山区山村呢 他没招不常常没有那么多公办教师 或者说现在这公办教师人家不愿意去那穷山工 所以事实上你还是要靠这些个农民老师来教孩子 那么怎么办呢 没有名分吗 就不允许你有这个名分 叫你什么呢 于是就叫你待客教师 这一代有的教师待了35年了 有的老老师 村里人都很尊敬他 你像有的那个 有个叫王正明的 讲前一日就是2006年的时候 他就被清退 清退之前说有兆头 他一把那个老二胡 啪就断了弦 因为他整天跟村里的孩子们拉 石铁生的小说命若情弦 没错 就是讲这个东西 可是这老人家讲 说这个村里边 孙子是我的学生 爸爸是我的学生 他们爷爷都是我的学生 35年乡村教师 培养出来80多个大学生 可是今天走就走了 一脚把你踢走 补偿呢 补偿600块钱 600块钱呢 甚至有的到现在还没拿到钱 你知道当年南方周末 傅建峰做这个报道 为什么说引起反响很大 在2006年陕西未远 说你怎么能这么对待人家待客老师 同一个 你看今天人们讲这个说不公平 同一个小学校里 有三个是公办老师 有三个是这个待客老师 这仨公办老师 工资可以达到2200 这仨待客老师呢 工资一个月 220 220 还是现在的 我就说2006年 咱们做节目那个时候 我知道的 为什么全国都 就我当时看那个报道 我就流眼泪啊 我说怎么能这么欺负人呢 一个月当时他们是40块钱 拿了几十年 因为这个报道引起了全国的重视 大家口注笔伐之后 当地啊 就说咱们要给教师提高待遇落实了 从那之后啊 提高到一个月80块钱 对 所以你就说 我就说中国呀 为什么说现在咱就老说 就说没有感恩了 没有感恩 而且这个是制度性的过桥出版 这不是个人行为 这是国家行为吗 就是很多人家自己家里的孩子 上不了大学啊 就是交不起学费 很而且人家是农民呢 人家家里不种地 靠着老婆 老人孩子种地 人家拿时间出来 教村里小学的孩子读书 那么你说 这很多人为什么说 是全国范围的 不是特别 是全国范围 但是呢 重在去自然是那些西北啊 或者西南 最穷的地方 最穷的地方吗 才会有 就是说这富裕地区 大概这种老师已经很少了 没错 教育已经是比较成立的 那不会有吧 这种 可是我很好奇 就是他说这些人不符合身份 他对这个身份的要求啊 通常是有个假设 就是说你要当老师 要合乎资格的嘛 那资格呢 比如说有一连串的资格检定 你要做过某种培训等等 他现在就是拿这个来说 这些代科教师呢 不够资格了 就以今天的标准来讲 但是问题是啊 在很多国家都曾经出现过 这种旧的制度 转向新制度的时候 原有的老师需要面对问题了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国家应该做的不是一刀切的把它裁退 而是比如说有个转型啊 或者他过去没有再培训啊 那么甚至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也许我们不应该把一种对老师的要求 强加到全国各地 中国服务员那么广大 那么多不同的情况 每个地方可能要求都不一样 对不对 是我想起我们这里原来有个老师 他很早 他是我们岭南大学最早的老师 他呢 他现在已经去世了 OK 我这样来说 他在我在任的 我在任的 就是前些年的时候 他很特别 他成为一个大家很头痛的一个情况 他不会用电脑 他的所有的教案 他也不打字 他全部手写的 繁体的 小凯的 就是全部 他的就学底子很好 而且他又坚持他这一套的教学的法 就是说 某种意义上 他是非常纯粹 他的学术 但是学校的现在的考核 你要有博士啊 所有的公文都是英文啊 你在香港的现在 你的汇报啊 你不管你写出多好的文章 你必须要英文来汇报 你这个 你所有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整个评审制度 他就完全说难听的 就活不下去 所以后来他提早退休 当然这个就我们常讲嘛 说大学的情况就没办法 就没得说了 要不然你像当年钱穆 别说钱穆 王国伟今天都不可能在大学教书吗 你要活是吧 跳活 跳活 对 你们讲的这还是高级知识分别了 我就说 咱们可以看看照片 你看看那些西北地区 它是什么样的样貌 这个乡村教师 你瞧这张照片说的是什么呢 这位老师啊 他是给这个自己教的小孩子 2009年12月22号上午9点 苏汉伟老师跟自己带的一年级十名学生 照相 抹眼泪 他说每年只有在小学六年级学生毕业的时候才照一次像 这是他第一次和自己带的才一年级的娃娃们合影 为什么因为他要被踢走啊 要被清退了 再看下一张照片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王正明那个老师 每天护着小学生离校啊 上学放学 你看在西北的这个填梗上 至于就是说你你我们可以讲一些这个个案就讲这些老师啊 他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这个状况啊 42岁的张永红在学校带了17年课 代课代17年 他哥哥也是代课老师 他70岁的老母亲也是代课老师 三个人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转正 你知道很多代课老师他一直盼着有一天能转正 张永红的父母亲常年有病躺在床上 全家唯一的收入就是靠中药材 3038岁的丁学文 代课十年依然憧憬着转正的那一天 46岁的杨彦林 因为两个儿子上学已经欠下不下10万的债务 但他还在坚持上课 他说我在等孩子们的公办教师来了 我才能走 你知道有的老老师啊 在村里当了几十年老师 他也知道要被清退了 他也知道没没没什么戏了 但是你要想到啊 人家有自尊心的 人家有人也有面子的 他说了句什么话啊 他不给钱就不给钱吧 我只是希望能体面的走 那这个话是 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人家人家说这个话 肯定是一有所指的 就是说你清退人家 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把人家清退的 说走走走走就走了 那么所谓体面是什么 你比如说我假想 咱要说咱中国人什么尊师重道 好比说今天 很多这个大富翁大老板 很多高官 说起来你们其实都是农村子弟 当年都是代科教师交出来的 到今天飞黄腾达了 那么你想起当年你的这个老师 过着这种穷的叮当响的日子 而且说退就退了 老屋所养的养老啊 什么一楼八蛋都没有 什么叫体面的走 集结号最后给他们升个旗 这就是体面 原来集结号的 原最初的那个刘恒他们的设想 是他根本挖不到 当时劣势的尸体 对不对 最后他们为了这个电影能通过 搞了一个光明的尾发 那个最后升一期 这就是体面 大部分人得不到这样的体面 劣势得不到 这些老师啊 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听不到集结号 他们多少年来 把一切线给党 就是说这不仅是老师啊 我们先讲这是两回事 先讲大的 就是有多少代的人 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他们辛辛苦苦做事 不是为了钱 今天很难理解 他不是为了钱 他做的好的事 从当时直接的动因是 要领导重视我 对不对 我要表现好 讲高一点 我是为人民为事业 所以你像东北的钢铁厂啊 很多地方的煤矿 上海的纺织厂啊 还包括这些去新疆 在乡村的这些 这些做事情的人 过了这个时代 时代一变 他们就是 就是一个大部队已经转移 他们听不到集结号 就在那里 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们现在很辛酸的说是要 要一个 要一个体面的走 那老师呢 又是特别特别典型 你知道吗 说简单一点 是做一个什么事情 就几十年 重复做一件 对他们没什么好处的事情 可是要是你一般的人 扫垃圾的 做工人的 到这种时候就不做了 就是我做这件事情 已经没有什么钱了 那我就不做了 就是读书的人 读书的人 不管是乡村也好 综合院也好 就是这样 没好处还做 对 所有家里的人都在骂 你盯着这些东西 有什么用啊 所以 他觉得别有意义吗 他不放的 你所以你就刚才讲这个集结号 为什么对于这个事 有人评论 在网上人家都骂娘啊 就说 为什么有人评论 就说是这个 说的夸张点 就说这是民族悲剧 就是说 你对于这种啊 这个老师师恩难忘 况且是人家这么教你的 这种老师 你都能这么对待人家 你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啊 这个民族啊 对于老兵怎么样 对于烈士 老工人 怎么样 对于当年的那个国企的老工人 这种老教师 你整个有一种啊 就说 以前的这个恩德呀 这全不要了 对吗 所以 而且呢 就是这个 本身我觉得对悲哀的 你像集结号 他是正规军了 对吧 这个叫没名分 哎 我觉得有时候连民间道德都不如呢 没名分就算二奶吧 那是 干活的都是二奶 但是正是因为二奶没名分 你发现没有 二奶要多给钱 我认为他应该比公办教师有名分的 更多要钱 这才平衡啊 咱们接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这个东西可以分两层来看 一层呢就是我们这个国家从九十年代开始 不是很多下岗工人吗 以前国企啊 或者你去看 看了那个贾张科的中国工人访谈录 对不对 其实就是那情况嘛 就过去的一大帮的国有的工厂的工人 集体下岗 全中国应该几千万吧 对那其实这是最后一波 等于是或者是最晚近的一波 就等于旧体制底下 第一帮人开始被清除了 那这个清除过程呢 你就感觉到他好像是一种忘恩负义 是集体的 而这个忘恩负义呢 其实我们的历史也很悠久 你比如说你很简单 你从建国后之后啊 不是有很多的海外华人 南洋华侨都会来建设祖国 然后到了文革的时候给斗一斗 然后后来就没下文了怎么样 这其实我们是隔几年就来受集体忘恩负义 然后不停的忘恩负义 忘了几十年 那现在这是最新一波 这是一面 第二面是什么呢 我们不要讲那么感情啊 道义的东西的话 讲法律 讲雇佣关系的话 这就等于你一个长期帮你打工的一个 你叫做代课教师 譬如说西方资本主义制的兼职工人吧 这么讲吧 这个兼职工人有没有退休保障 你怎么处理他退休问题 这个在西方国家里面呢 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因为比如说像麦当劳这种企业出来之后啊 他聘的那些人都不是全职员工吗 都是临时的嘛 但有些打临时工打二十年啊 那你这个企业要不要对他负责任呢 那其实这个问题也相当于今天 这也可以用这样的道理来看 所以我觉得如果中国 既然我们是社会主义中国 那么尊重工人的 要看这种雇员的福利的话 是不应该任何一个角度都不应该出现这个情况 所以你就说这个望恩负义 我就说有的时候啊 我也交往一些高干子弟的朋友 咱们这个那天我还引用了一个调查数据嘛 说现在国内的这个一员户以上的 有相当大的一个比例都是高干子弟 百分之九十二 那么我有一个高干子弟的朋友 有一次我就跟他抬杠 他就当然是闲聊 他也不一定多认真 他就是说那老子打下来的江山 对吗 那现在要富裕了 那也得我们先富裕去了 我爸冒着砍头的危险是吧 可是我 我儿子还不能拿好处 这不是跟山寨的那个 山寨主的逻辑吗 我当时就跟他说 我说你爸是没死的 我们那个十二庄那个华北那个练士陵园 解放战争 你看那个墓碑 那就是十八岁 十九岁 二十一岁 二十二岁 那都是我们的农村的那个孩子 那那江山不是他们打下来的吗 说回来啊 你说这种 这一批的三村教师啊 或者这些代课教师啊 我觉得最奇怪 就是他转正啊 他有些老师 我看很多材料 说他们转正等很久 这个所谓转正 他那个过程 这个过程文道 当时有一个帖子 现在在网上流传 我是一位甘肃籍的代课教师 八九年参加工作 两千年前我的工资只有每月六十元 后来涨到两百元 工作期间我不断自学 后来自费在西北师大进修 经过严格考核的中学教师资格证书 他有 他多次获得市县级的教学奖 他有 2004年他跟当地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一起参加惠宁县招聘教师的考试 他说我们178名代课教师这是这个群体 178名代课教师被录取 但是一样的考场 一样的考题 一样的录取标准 没有任何照顾政策 2007年我们一起参加考试被录取的那些应届大学毕业生们套了工资 就是按有有这个按按标准发工资而我们这178个代课教师却被排除在外 我们继续以代课教师的身份出现在教学第一线 大家很委屈 一直找甘肃省问原因 上访的教师被围追堵截 我们工作了20多年了 上有老下有小 面对繁重的教学工作 每月360块的生活费 我们怎么活 四个问号 我们怎么活 五个问号 我不太懂为什么了 这原因到底在标准问题 我们从最理想 最合理的角度去推测它的理由呢 就是说今天香港一样 如果说现在有一个位置 要找我们三个人 而我们三个人的条件都是一样的话 学问都是一样的话 他取哪一个呢 取最年轻的那个 cheap younger 这个是现在的资本主义发展 大学一样啊 比方说他 代课教师更便宜 但是你年纪大了 你明白 大家通过同样的考试的时候 应届 我比方说我兰州大学毕业生 现在二十几岁 那他已经教了十几二十年了 他现在可能四十多岁了 他虽然也通过了同样的考试 但是作为我现在在讲 最理想的定义 他们是这样 香港也是这样 所以刘少明上次还讲吧 就骂这个香港政府的这个教育政策 就是要人就是要 就是要年轻 就是要便宜 这我明白 但我不觉得是适用在这 因为为什么呢 事实上 他这些乡村教师啊 代课教师啊 他就算转正之后 他从各方面看 你不见得聘起一个年轻大学 是会更便宜 对 本来意思是这样嘛 对 其实跟便宜没关系 他跟便宜没关系 从一个呢 年轻呢 当然是有发展潜力 那我们纯粹从专业上来讲 那年老呢 有经验 其实这两者是互相可以 你不应该完全偏废一方 那么什么理由造成这种呢 这个也可能是他们 我们想最光明正大的理由 就是说他从专业培养 从这方面来讲 但是他也有一些专业士啊 他也是考啊 他这个说实在的 他就是一个什么呢 教育部 说那个一刀切的政策 就是说呀 我们要优化基础教育质量 但是当然呢 这个师资力量 表现在你在农村找的 这种代科教师啊 他的素质肯定是有差异的 有些是很优秀的 有些呢 是不那么优秀 但是有些不那么所谓优秀呢 可是他已经是在当时 当地能找到的最好的 对啊 所以你不应该是用 同一个标准去画了 这就是我说 我完全同意 而且还有另一个 去一下广告再说 枪枪三元形广告之后见 好 对你们问题 我提供一个解答 有人说 政府是以学生人数减少为有实行清退 实际原因是财务问题和不重视的问题 因为这些代科教师现在的工资嘛 那二十年三十年到现在最高也就两百二 可是你要给他们转成公办教师来 哇多少年 工资就两千二了 这是这笔钱 是个庞大的群体当中 很多人已借退休年龄 对吧 不管是不是财务吃紧 政府官员都不希望支出庞大的养老费用 这就对了 我就觉得 这个就符合中国 我把你转了 看中国的事情 往这个钱往里一看 跟刚才这个通的 就是外面 国外 为什么他找年轻的呢 他也就是可以不必要的 很早的给你提供退休金 对 而且呢 现在这个呢 其实就是等于是万恶资本家常干的那种事 香港常有嘛 就是那种你快退休了 什么样 把你炒掉 然后不给你退休金 不给你什么 就这样万恶资本家 就干这种事嘛 聊什么钱规则呀 已经嗷了嘛 现在都是钱 不是钱规则 一抓就零 现在是钱规则 你说的对 我觉得就是这个理由 所以你刚才讲万恶资一啊 五十年代那个把那个海外回来的人万恶资一 那是连他做的事情也推翻了 所以那个还有点道理 现在的问题是五十年代的共和国建设 现在大力肯定的 天安门广场游行就有这个 可是他们做的贡献被 就是他们实际上每个个人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有一句话嘛 他讲文学的 其实可以用来讲整个社会 就说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这批人 是遗产呢 还是债务 就这批人整个是遗产还是债务 遗产跟家务债起来就是负责 中国今天呢 有点像个饭和塑料盒 就什么东西都是用完就丢 用完就丢 人都是 用完就丢嘛 我觉得影响整个社会的道德方向 对吧